大家好,我是五仔 这一节讲讲74岁的徐小冯,罕有露面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小冯姐,我们就看到湾区声明月,出来唱歌 虽然有些人说,都是假唱的 但是假唱也不要紧 对我来说,一向都不要紧 因为我看90年代的时候,很多歌手都是假唱的 但是最重要是看到她是精精神神的 都没什么 那我说一下,徐小冯就说她隐瞒40年 与富豪离婚 我们有什么内幕可以告诉大家呢? 说小冯姐其实身家已经是过亿的 不过她就无人乘计 她是不是没有子女啊? 对了,那么罕有的露面 那么究竟近况如何呢? 究竟她的感情史艺如何呢? 我们交给穷飞龙先生考古一下 谢谢大家,我是飞龙 小冯姐其实已经很少露面 但是之前在6月29日晚 就出席了一个两岸三地过百位艺人 齐集的活动 就是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叫湾区声明月 当晚很多声音有成龙的刘德华 张智爺 温冷乐队等等 其中最大惊喜就是小冯姐也有出来 小冯姐真的 我想上次出来已经很多年前了 因为小冯姐也不年轻了 74岁了 她当晚穿着黑白印花长裙 另外再披着粉红色花瓣色的披风 还有她很标志性的长卷法出场 肉眼看小冯姐的长卷法 起码有四吋高 厉害厉害 当晚还唱了三首金曲 分别有风的季节 明月千里寄相思 信流亦流等等 当晚感觉都唱得不错 但有人怀疑小冯姐是假唱的 但当然也有些网民说 小冯姐就算假唱 肯出席这些晚会也算是这样 当然有人认为小冯姐真是真唱 肯出席越老越辣 看你怎么看 当晚我见到大姐汪明荃也有唱 一唱第一句就走了音乐 不过大家要知道 大姐当晚是坚持一定要真唱 所以某个程度上也要佩服大姐的勇气 当晚唱得差也不是只有大姐一个 本身陈慧嫩都被人说她唱得比以前退步了 老实说张学友说过 她有一首经典歌的男语 如果没有唱三天 即是没有唱三天歌 她已经不会唱男语 所以各位大姐 演出有点水中下降 或者有些人觉得小冯姐是假唱 我都觉得情有可原 有些人在这个疫情中中中过疫情之后 其实 那些估计是有点问题的 好了 言归正传 今天想说一下小冯姐 有关以前的情史 好像隐瞒40年 曾经和那些富豪结婚又离婚 还说为什么一直都没有 子女的身家 无人计成怎么办呢 研究一下有关的内情 严格来说小冯姐 其实和许冠杰 是差不多年代出道的 不过我熟悉小冯姐的歌 其实都是在70年代尾 例如大亨 之后无奈 风的季节 除想曲 我自己最喜欢小冯姐 有几首歌 例如《信楼逆楼》 和《分纱在背后》 就是《林文大亨》主题曲 小冯姐的最辉煌的纪录 当然是1992年 在洪馆开了43场演唱会 至今仍然保持 洪馆的连续举办演唱会 最多场数纪录 其实小冯姐真是德功无奉重 当年曾经有一段说话流传过 台友邓丽君 港友徐小冯 证明徐小冯的名气有多高 很多人说徐小冯高度比四大天王还要高 试过央视为了遵守小冯姐而改规则 因为当时小冯姐好像有可能分身不到 所以拒绝想充满的邀请 但制作方很诚意 很想小冯姐出场 所以当时改了首次 是让小冯姐可以事前陆制表演 小冯姐当年也均动一时 因为逃避小冯姐也改了规则 另外小冯姐的名气也提点不少后辈 也帮助了梅艷芳、劉德华等等 他很早已经在 还有四年二时邮 adhere的乐坛上拿到一些榮源大奖 通常 在截止退休才会拿到一些榮源大奖 但是真的很早 例如1984年《十大金真卡奖奖奖奖奖》 只是這樣頒給他 我先想想 80年代中和80年代尾已經頒了 名譽彈奏小鳳姐 現在是20年代 小鳳姐還出來唱是不是很難得 接著就說一下小鳳姐以前的 兩段情 都是結過分的 那個年代的人真的不太知道 因為那時候傳媒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狂查你起你底 那時候還不是很流行 徐小鳳選這兩名男士也很厲害 因為這兩名男士今天也挺有錢的 雖然有一名當年小鳳姐比他有錢 但是後來他也發跡了 證明小鳳姐真是多懂得選男人 以前很多藝人 結婚未必一定是告訴別人 但當然也有例外 例如徐冠傑 徐冠傑跟徐小鳳差不多年代 徐冠傑那時候 他結婚 公佳都知道 所以說隱婚這件事 看人而定 不一定是 哪一個年代才發生 說回徐小鳳的兩段神秘婚姻 其實也很厲害 一段發生在1974年 一段發生在1980年 但是當年去到1994年 才被媒體發現 距離第一段婚姻 可以隱瞞到20年 沒有人知道 厲害 其實徐小鳳那時候已經有點名氣 不是沒有名氣 這樣也沒有人知道 徐小鳳第一段婚姻 跟一位叫 鄭永福的人結婚 當時被人查到 簽了一張婚書 鄭永福 徐雲孫 徐小鳳本名 這段婚姻維持了五年 我覺得 為什麼他們查不到這段婚姻呢 因為 結婚之後 其實維持了五年 結婚之後 一直住在加拿大 要等到1994年才被香港媒體發現 一份加拿大政府 發出的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裡面寫了 徐雲孫 徐小鳳真名 和鄭永福 曾經在1974年 登記了合法的夫妻 這件事 是後來徐小鳳父親的零位上 都得以證實的 所以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但老實說我想說就算被人查到之後 他們兩位仍然是手口如瓶 基本上都仍然是不看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大家 只是聽回來 整件事 好了 鄭永福是誰呢 鄭永福就是現在 很出名的大班 鄭京巷 大班早年其實在加拿大航空公司 裡面負責飛機維修的 飛機工程師 後來回來香港從事發展事業 曾經在1983年 星島集團裏面做過廣告市場推廣 和商業發展方面的主管 之後又搞過 花花公子能和福布斯中文版的雜誌 是他最先在亞洲裏面搞的 之後還搞白諾門集團 大家現在認識鄭京巷當然就是 政壇的名嘴 有段時間經常在電台 每天都聽到他 風波裡的茶杯 朝朝的時候 一起來就聽到他在罵人 還有一宗真是鄭京巷的代表作 就是搞衛星電視 亞洲衛星 之後還用4億美元 賣給李澤佳 當然李澤佳之後 用8億美元 賣給 歐洲的傳媒大亨 各有各聰明 當年他們被人發現了 他們結過一分 也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是鄭京巷回答 很多時候說 鄭京巷在說 鄭永福 這個世界上多少人同名同姓 一定是他的 之後又說 隔了那麼多年 自己的記憶都模糊 即是 他這樣說 其實你當他認了 已經在某個程度上 不過不想說到明 你說模糊 即是你沒有來記憶 到你自己有沒有結過婚 你自己都說記憶模糊 你一年前 吃過什麼飯 去過幾點去過廁所 你就說記憶模糊 結婚這些 新人發生過幾次 不會記憶模糊 他這樣其實 差不多代表答了 鄭京巷有一次 和譚美龍一起出席活動的時候 譚美龍竟然對著鄭京巷 在開玩笑地說 帶他去看前妻 徐小鋒演唱會 阿倫你這麼壞 當作在爆人家 當然有些人覺得 開玩笑地說 誰是你老婆 有時候人們覺得 難道是真嗎 但這個是有些半真半眼的成份 阿倫還說 鄭京巷最好 上台和前妻合唱一曲 最好登台的時候 你拿了他的麥克風 你也唱了一段 譚美龍這樣說 弄得鄭京巷 當場也不懂得怎麼回答 你想想 鄭京巷是名嘴 譚美龍這樣說也不懂得回答 你說這件事有多厲害 另一段情 徐小鋒認識一位 叫廖輝 其實這段情是發生在1980年 他們才結婚 聽說當時 認識了一陣子 很快就閃婚 維持了應該不夠一年 好像大約半年左右 當時徐小鋒也是 30初左右 有一次買新車的時候就認識了一位 汽車銷售經理 叫廖輝 兩個人覺得幾頭契 就這樣開始了 但廖輝不是普通的 汽車銷售人 在大陸也有生意搞的 但廖輝除了在大陸搞生意之外 原來一直想將生意擴展到美國 就開始發覺原來都幾大 矛盾和分歧 因為當時 廖輝就希望第一件事 想想徐小鋒 離開歌塔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年代那些男人 都覺得 老婆做什麼 外面之前做什麼都不要緊 結婚就最好每天都在家 尤其是一些有錢的人更加是 所以你見以前很多藝人 一結婚 出名到 朱玲玲那些都會拍攝 他不知道要他 離開歌塔 某個程度上還想跟他一起去美國生活 但當時 徐小鋒就不想放棄的事業 第一當時他的事業是如日方中 而且徐小鋒本身 家裡的負擔都很重 某個程度上如果他退孕之後 他的弟妹的收入都會影響到 要一個當紅的歌手放下一切 跟一個 其實都是 普通人去生活的話 其實他真的要左想右想 雖然這個男人本身 他的生意都做得挺大的 不是普通的東西 加上他說叫徐小鋒去美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當時徐小鋒其實 都有唱一些 很愛國的歌 那個年代其實很多香港人 其實都 都挺愛中國這件事的 所以他們來說 貿貿然還要去美國生活的話 不是個個肯的 因為他們本身對中國是 自己有個 感情在 你想想以前 回大陸都經常說同胞兄弟 所以左想右想之下 我想徐小鋒 去到某個位的話 你就要很理性 去想這件事 他有人覺得 廖輝這個人未去到 令徐小鋒 可以 犧牲放棄一切的東西 男人不肯讓步 一定要這樣做 最後沒有辦法 感情就只有 去到這一度就終結了 他們好像是 這件事其實只是維持了一大半年左右 經過這件事之後 其實徐小鋒都已經 沒有什麼 接觸愛情這件事 他曾經對過一些 很資深的朋友說過 資深和共同生活 不是 一馬的事 因為他自己會很專注 舞台上所有的事 難免就有可能 忽略到他身邊 所愛的人 所以他可能 要兩樣之中 取一個平衡 所以最後 唯有犧牲愛情 繼續他的事業發展 徐小鋒對過親近的朋友說過 他其實都曾經幻想過自己穿婚紗 但是最後都發覺 始終 這個也是一個幻想來的 當然今天大家聽到徐小鋒兩段情的話 大家都會想 對人說幻想婚紗而已 你沒意思而已 應該穿過的 傑過婚 很難說有些人有可能是可以結婚的時候不穿婚紗 尤其是在外國結婚的話 更加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徐小鋒有一首歌叫《婚紗》背後 不知道有多少是他內心世界的東西 另外徐小鋒有一首歌叫《無奈》 我本想跟你淡然去 無奈此去不易 看作我一臉亡言 如眼中困惑 這首歌很明顯應該是說他跟廖輝那段情 當時很感受得到他 其實他應該都挺喜歡他的 但沒辦法了 大家想 命運的交叉點 你不可以繼續前行 世事記有時都沒辦法 只能憑過記意 徐小鋒 之前那兩位男士 我想現在起碼都幾十億身家 最少 徐小鋒自己也不少的 起碼都有幾億身家 但有些可惜 如果 當年沒有離婚的話 今天就有已經可能生了很多子女 甚至有孫 徐小鋒又不同 梅延芳的個案 因為他年紀也有差不多 留給親人的身家都不知道留給誰 我看到有訪問徐小鋒說他為什麼一直單身呢 怕自己好像 拖累其他人 辜負了別人的好意 還有他自己真正的拖友 就是歌迷 真的懂得說話 不知道那麼多年還有那麼多人喜歡入徐小鋒 所以小鋒說他自己感情的東西就不太在意 最重要是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來嚮往這個 自由自在的生活 今天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此時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